这边的资料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 旁边还有所谓的那个领主 办事员 助理员 这边还有另外还有三种职称的人事资料 那他的做法都一样 只是说 他的这个工作表不一样 那当然你分开来 那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住专的话 总共 控制向下 总共是40到40列 然后领主的话应该 更多 他这边到101吗 那办事员 到65 助理员 比较少 22 那所以如果说假如你做一次你想说 他的位置都一样但是他的 怎么样他的那个列数不同的话 那当然你不能做 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用什么 多选 做的时候有没有 直接可以怎么样 把它按shift键 多选 做一次就好 可是特别注意好 做一次完之后 你记得他做完之后我们习惯是 把这个资料打勾之后 会向下填满 但是像在填满 如果你现在在助理员这个页面的话 他会以那个助理员这个页面为为基准 所以变成每一个其他页面都会到40 所以 我们变成说我们可以 把公式 给这个上面的公式给这四个页面 但是不要填满 我们变成说做完之后 取消多选之后 怎么样 再去分别填满就好了 也就那怎么做 你想说 老师那我刚刚已经做完一个了 那我如果要把我刚刚的公式 再放到另外三个去的话 但比较笨的方法是Ctrl C Ctrl V 慢慢贴 那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第一个多选 第二个的话 不需要删掉 直接游标放这里打勾就可以 因为打勾这个动作呢 因为你有多选吗 那其他三个也会自动 怎么样帮你输入完毕了 因为位置都一样 这样子四个也会变成说 都有一样的公式 所以我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那这边 一样在打勾 刚刚做过的动作 等于是多做一次 就是说 通通把这个 按打勾 通通打勾就对了 打勾完之后的话呢 记得就是不要向下填满 因为向下填满的那个距离 那个底下列数不对 那全部打完勾之后的话 第一个多选 第二个游标放在你刚刚输入过的那个 公式打勾 第三个取消多选 那特别注意 我怎么取消多选呢 记得